那我们台湾台人第四 有这么厉害 实际上台湾是真的很厉害 我们台湾从地球语来看 你几乎找不到台湾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台湾鲨鱼的漁货量 大概全世界的7% 一年大概抓4万公分 那日本人刚刚有人讲说日本 那实际上日本的漁货量 大概我们台湾的不到一半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大家好我是刘尔金 东方人爱吃鱼翅 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象征 加上这个电影的渲染 什么大白鲨 把鲨鱼塑造成很恐怖的形象 就加速了这个鲨鱼被烂捕 可是你知道吗 根据全球统计 每年被鲨鱼攻击致死的人 还比不上被雷打到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不到一百年 就可以把存在在地球上 快四亿年的物种 让它们濒临灭亡 所以你们知道 鲨鱼灭亡对生态 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一起爱杀 欢迎我们的地球守护者 集市广义队 集市广义我最行 天是地里没问题 帮马过来我等你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四位好朋友 洪志威平常喜欢吃生鱼片 许洛凯则是对于海洋生态 议题特别的关注 钟英琳自从看了电影 鲨鱼黑帮后 就非常喜欢鲨鱼 黄楚涵本身不赞同吃鱼翅的行为 看来他们对于海洋保育 都有了基本概念 期望他们今天能够核心协力 挑战成功哦 今天我们提到这个鲨鱼 有什么印象 就想到鱼翅 因为我看新闻啊 就常看到很多人 就是把鲨鱼的鱼翅就是割下来 然后再把他们丢回海里 然后他们就会因为没有 就是失去平衡 然后就没有办法觅食 然后就这样死掉 非常的残忍 今天的四位呢 对于今天的主题也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有更了解的就是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庄首证庄博士 庄首证研究金沙生态二十一元年 致力于捍卫金沙的生存及延续 更是国际金沙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哦 好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 进行这个问答题 还有我们其他的题目 每一题可以得到一分或两分 得到超过十分 就可以把我们看起来橘色发烧的天空 变成清爽的蓝天白云 那我们参赛者呢 在游戏当中还可以把握机会 跟我们的专家问问题 如果问题问得好 专家会举一个笑脸 可以加分 你买了吗 耶 好 马上进行我们的问答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警告 海洋鱼类可能在2048年灭绝 其主要原因是 一 气候变迁 二 海水酸化 三 人为烂捕 四 以上皆是 我觉得是四 我也觉得是四 因为超有问题 对 对 请做答案 我们答案是四 以上皆是 他们答对了吗 听到牛声就表示 错了 答错了 答案应该是 三 主要是因为 人为烂捕 下一题请出题 因为过度捕捞 哪些海洋大型鱼类 正面临面觉得危机 一 鲨鱼 二 雪鱼 三 黑鱼鱼 四 以上皆是 鲨鱼 我觉得是一 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鲨鱼 对 你先跟鲨鱼 好 请做答 四 四 以上皆是 他们答对了吗 好 来讲 好 我们进行下一题 全球每年 约有多少位鲨鱼 判人类捕杀 一 八百万尾 二 两千六百万尾 三 四千万尾 三 三 我觉得是单单 单号 那我今天才查过 不是故家 不是故家 好 主题名的 那请做答 三 四千万尾 答对了吗 耶 恭喜 恭喜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 很恐怖 四千万尾 一尾这么大的鲨鱼 四千万尾都被捕掉了 有这么严重吗 中教授 根据那个全世界的那个 我们讲FAO 世界粮笼组织的调查 全世界一年的鱼货量 大概是八十万公顿 一条鱼如果是平均二十公斤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答案 那当然有些地方要调查 它抓的鱼就比较大 比较大的结果 当然一除它的尾数就少一点 所以有多有少 不过这个数字是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 大概四千万 那哪些鲨鱼已经因您绝种了呢 实际上鲨鱼的种类有四百多种有五百多种 现在比较大家接受的数字大概是四百到五百种 那这个当中大概有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这个鲨鱼是有问题的 乱腐的情况 就是那种 抓过头了 没有节制 那这个这三种是不是 真的是快要面临绝种 你各位在网路上可以找到 有一些 我们讲有一些保育的一些的单位 对 比如说讲IUCN 我们叫做世界自然保育联盟 或者是我们讲SITES 华盛顿公约组织 哦 华盛顿公约组织 他们对于这个鲨鱼的议题也非常的关心 那他们有做一些研究 然后提出来一些 红色名单 那实际上这个都是在红色名单 这三种真的是已经快要绝种 都是有问题的 继续来看看鲨鱼绝种的会 对我们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来 下一题 鲨鱼的哪一个部位 最常被人类制成羽翅 1 背鳍 2 胸鳍 3 尾鳍 4 以上皆是 我觉得是1 是啊 我是1啦 这是这家庭相信 真的吗 你刚刚已经被我所线 你刚刚已经被我所线 你现在不听我的 我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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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作答 4 以上皆是 答对了吗 答对了 我答对了 下一题 全球前三大鲨鱼猎捕国 依序为印尼 印度 西班牙 请问第四名是 一 中国 二 日本 三 台湾 日本人最爱是谁 印尼 印度 西班牙 接下来是谁 日本对的啊 他们那么爱 谁对的啊 二 日本 日本 他们答对了吗 中国及香港虽不猎捕鲨鱼 但进口的鱼质量 却占全球市场的 一 百分之九十 二 百分之七十 三 百分之五十 七 我觉得七十是一个中间一 我觉得香港人很爱七 请做答一定是一 我们的知识家说一 九十 百分之九十 你们答对了吗 你们答对了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不要帮你帮 但是我们也要帮大家问一下我们专家 为什么鱼鳍特别容易遭受毒手 为什么 鱼鳍割下来之后 实际上不是这样就可以吃的 还要经过外面的很多的沙 把它处理掉 然后里面它是有骨头的 把那个鱼鳍拿掉之后 鱼鳍跟皮之间才有那个 有点类似那个粉丝的东西啊 嗯 那个才是所谓的鱼鳍啦 那因为发现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做一些的料理 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这个亚洲这个大厨厨师很厉害 弄到之后就变成 吃这个鱼翅翅身份跟地位的表征 所以造就了 有一段时间 实际上真的出去就抓了很多的沙鱼 然后把鞋割了 那个肉不值钱 所以肉把它丢掉 这个就是我们也很关心的割起的行为 就有点浪费 然后有点不人道 那我们台湾排名第四 有这么厉害 实际上台湾是真的很厉害 我们台湾从地球里来看 你几乎找不到台湾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台湾鲨的鱼货量 大概全世界的7个% 一年大概抓4万公斤 那日本人刚刚有人讲说日本 那实际上日本的鱼货量 大概我们台湾的不到一半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好 我马上进行 下一题 人类具有视 踢 秀 胃 触觉等五感 而鲨鱼则具备了何种特殊的第六感 一 心灵感应 二 脑波感应 三 电觉感应 这个听我的 三 电觉感应 我有看到 请做答 三 电觉感应 答对了没有 恭喜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鲨鱼以下链哪一种方式繁殖 一 卵生 二 卵胎生 三 胎生 四 以上皆是 四 绝对就是四 对 真的就是四 他们要在子宫里面互相 真的啊 请做答 四 以上皆是 他们答对了吗 好 厉害喔 果然是非常了解我们的鲨鱼 对 不过我们刚刚 看过电影大白鲨都会 吃人嘛 可是我们不知道鲨鱼 到底会不会 主动攻击人类呢 教授 鲨鱼的生活环境在海里面 它没有脚 我们人 喔 是木地上的 gang med 了两只脚 所以理论上 鲨鱼吃饭的时候 餐桌上不应该有 georgia的选项 真的 很多的研究發現 實際上鯊魚攻擊人 很多時候是誤會的 就是說我們人喜歡到海邊去游泳 去玩那個浪板 我們就趴在浪板上面 然後就撥水 腳的踢嘛 那鯊魚在底下看上去就好像一隻 海豚 海獅 海豹 海鳩 這些東西 那些是它的食物 所以衝上來就會攻擊 研究的結果多數都是誤會 我們謝謝教授 我們這個集市廣義隊這個單元得到了6分 成功不錯 還想加分嗎 想 好 如果問我們專家問題誰要問 我想問專家 剛剛題目這麼多有濫殺 就是鯊魚的問題 那如果哪一天我們鯊魚變臨滅亡 對地球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這個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表示你對我們這個鯊魚真的關心 對地球真的關心 那一般來講像我們透過實性研究 我們就知道鯊魚肚子裡面吃的一些東西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鯊魚它類似那個海洋裡面的青稻鳳 它會吃一些死掉的這些生物 它會把它吃掉 那或者是 它不一定要吃活的 或者是一些海洋哺乳動物 它是生病那個老肉殘病把它吃掉 那對於整個生態的健康來講 它是非常正向 當你這個鯊魚不見之後 這個肯定這個地球它是會 這個海洋的環境是會變得不健康 所以它也會有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食物鏈的關係 它一層一層接一層 比如這個鯊魚吃一些中小型的魚 或者是吃大型的魚 實際上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影響很大的 影響很大的 所以我們這個問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那這個給不給分呢 對 我們當然要給它 恭喜 又加分了 好 這個單元他們加了一分得到了七分 我們接下來是影片題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的海洋的資源裡面 到底有哪些好東西呢 題目就在影片中 仔細看喔 鯊魚身處海洋食物鏈的最上層 但人類卻成為鯊魚最恐怖的海洋殺手 亞洲許多地區都有食用魚翅的習慣 許多民眾還把魚翅當成高級食材 用來驗請貴賓 每年有將近四千到七千萬尾的鯊魚 遭到殺害 多數只是為了能製成魚翅和魚鳍 過分獵捕的行為 使得全球一百多種的鯊魚 濱臨滅絕 漁夫出海放長線 釣的是異尾尾的鯊魚 密魯漁夫手把殘暴 就連懷孕的鯊魚也不放過 肆無忌憚的捕殺 使得海洋生態逐漸失衡 It is clear that the entire fishing fleet for sharks in Peru is involved in a systematic killing 保育團體曾經跟漁船出海二十四天 秘密拍下驚悚的畫面 密魯政府早中立法不能捕捉海豚 不過當地非政府組織 十五年來的保育努力 仍然無力回天 長期觀察的結果 也讓人沉默結舌 密魯非法殘害的鯊魚和海豚 每年至少七千到一萬五千位 密魯海域的鯨豚和鯊魚種類 多達三十種 其中有三種鯊魚已經瀕臨絕種 如何不讓海洋悲歌不斷上演 只有從自身的消費行為做起 在漁業和生態之間保持平衡發展 人類已經沒有時間在猶豫 剛剛畫面其實看著我 其實非常的難過 一起雞皮疙瘩 大家覺得說濫捕這樣 真的是非常殘忍的行為 整個影片題有兩題 每題兩分 把這個答案寫在手寫板上 好 請出題 密魯每年殺害的鯊魚和海豚 最多高達幾尾 幾尾 幾尾 七千零 我剛剛只有跟那個 七千到一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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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答案是 一萬五 一萬五千尾 他們答對了嗎 好 好厲害喔 好 我們看一下解答 密西亞 密魯非法殘害的鯊魚和海豚 每年至少七千到一萬五千尾 非常專心看得非常清楚 七千到一萬五 恭喜你們 恭喜 好 再看下一題 密魯海域 已有幾種鯊魚 瀕臨絕種呢 三種 三種他們答對了嗎 對 恭喜答對 我們看一下解答 密西亞 密魯海域的鯊豚和鯊魚種類 多達三十種 其中有三種鯊魚 已經瀕臨絕種 恭喜就答對了 對 這個單元呢 一兩集都答對 給只要四分 還想加分嗎 想 好 誰要問問題 我我我我我 好 志威請問 我想要問專家就是 吃魚刺就是會進補 這觀念是對的嗎 對 根據營養學的專家做的研究 那個魚刺 你吃一碗魚刺根 你所獲得的營養 還不如吃一顆白煮蛋 好可憐喔 你吃一顆白煮蛋 它的養分比那個魚刺還要 這個養分還要高 還有營養 那因為魚刺來講 根據研究它的成分 它是那種大分子的蛋白質 實際上我們人體很難直接吸收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說 為了要讓你的 吃這個魚刺 表示有身分地位 然後為了要表彰你的身分地位 然後出去抓魚 然後吃魚刺 實際上這是很糟糕的行為 沒錯沒錯 我們絕對不能用這樣的行為 最好是 不要吃魚刺就不會 沒有需要 就不會有爛捕的這個行為 問一下我們這個教授 問題問得好不好 要不要點分 問得非常非常好 中文的參賽者 對鯊魚很了解 那我們要下來實作一下 看你們是不是真正的了解 我們的鯊魚 進入我們的實作題 我們的實作題就是 濫捕對鯊魚的影響 我們現在圖板上面呢 有六種鯊魚 請教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幾種鯊魚 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生活的海域在哪裡 這邊列出來六種鯊魚 實際上我們在台灣 大概都看得到 那像左邊的第一個種 這個是非常特殊的 它最特殊的地方 是它的眼睛在兩側 我們叫做鴨鯨腳 好 然後第二個叫 虎腳 那個實際上因為它尾巴很長 所以我們也叫做長尾沙 所以我們也叫做長尾沙 金沙各位很熟悉 因为它大的跟金鱼一样 所以叫金鲨 然后它的肉很白 白的跟豆腐一样 所以叫豆腐砂 然后第四个的话 坚文青鲨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安娜双 它的游泳速度非常的快 第五个的话 是飓风齿胶 我们讲的水砂 英文叫做Blue Shark 这个鲨鱼数量非常的多 在台湾也很常见 然后最后一个是残文角鲨 它的背脊上面有两根硬脊 一般我们闽南话叫做气刺 就是有刺的鲨 那它是体型比较小一点 台湾 近海都常常出现的六种鲨鱼 那我会问四个题目 有1 2 3 4 有复选 好 看你们能不能答对 好 请问 台湾人常吃的鲨鱼高达22种之多 其中哪一种是在市场 最经常在市场出现的呢 请作答 市场文吗 到头啊 是我们看老师的 炒豆腐 好 第一题选的是豆腐鲨 第二题 请问哪一种鲨鱼在2008年已经被台湾政府禁捕 哪一个啊 只有一种哦 只有一种 想的是第一个吧 找的最特殊 既然是鱼翅那就一定是长文 长文吗 因为不能捕鲨鱼翅那为什么要捕鲨鱼翅 好 好 再做答 好 选的是长文绞鲨 第三题 请问 这题副选题 请问哪三种鲨鱼是属于胎生的呢 胎生 一个水鲨 一个水鲨 一个金鲨 一个金鲨 好像对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吧 一个 好 第四题 请问哪一种鲨鱼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最高等级的平为生物 冰淋危险的生物 哪一种 冰淋绝种 刚刚说水鲨很多嘛 对啊 冰淋绝种 灰晶脚 没有 灰晶脚 好 那还有第一题 我觉得它攻击是什么 好 好 第一题是 台湾人尝试的鲨鱼高达22种 哪一种 是最常在市场上出现的 你们答案是 金鲨豆腐鲨 豆腐鲨 请问一下 他们答对了吗 答错了 这个就是要跟你哭脸 哭脸啊 其实我看到你们这个答案答金鲨 然后想到第二个答案你大概也不会答对 其实应该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我刚刚已经有hint 有那个楚涵还是谁刚刚有提到说 有很多的 最多嘛 水鲨 水鲨 最多 然后金鲨我说 看到这个就给你哭脸 为什么呢 因为金鲨就是下一个题目的答案 哦 因为它已经2008年就进步了 好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第一题的正确解答是 水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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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题 哪一种鲨鱼在2008年被台湾 金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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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题 哪三种鲨鱼是属于胎生的呢 你们选了这个 红肉鸭鸡脚 还有这个豆腐鲨 和水鲨 这个红肉鸭脚是对的吗 这个是对的 恭喜答对 金鲨 豆腐鲨是对的吗 金鲨这个答案就不对了 金鲨它是软胎生的 它不是胎生的 它不是胎生的 水鲨答案是对的 水鲨答案是对的 答对了 那我们只对了两个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长文绞鲨 它是胎生的 长文绞鲨才是胎生的 这样子他们可以得到两分 掌声鼓励一下 第四题 请问哪一种鲨鱼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最高等级的评委 生物 答案他们选的是肩纹金鲨 请问教授他们答对了吗 答错了 答错了 答案是红厚鸭技巧 红厚鸭技巧 红厚鸭技巧 为什么 主要他们经过一些调查之后 发现这个红厚鸭技巧 它的资源量已经明显的锐 它已经很严重了 这个单元非常可行 你们只得到 量分 不过没有关系 前面不错啊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他们的总分是多少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集市广运队 今天的总分是多少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10分 1分 3分 2分 21分 3分 1分 对 恭喜我们集赐广队 把我们看起来橘色烧到红红的天空 变成了清爽的蓝天白云 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其實我們這個大自然的生態 雖然裡面有很多資源 可是資源被我們如果用盡了 大自然就會對我們人類 產生反撲 對人類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一定要尊重大自然 尊重我們的海洋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極士廣義隊 來 請再來 謝謝 團寶不滿 謝謝 我們也希望 謝謝 我們的極士廣義隊 謝謝 把這個省下 對 面貨的錢 繼續的存在鋪滿裡面 然後給它存滿了以後呢 再製造給我們 以致力於公益的這些 環保的公益團體 非常感謝我們的收看 如果你想來參加我們的節目的話 非常簡單 只要組隊成四個人 一家人也好 好朋友也可以 好同學也可以 只要你想要來我們的節目 趕快打電話來報名 跟我們一起核心協力 救地球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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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樂樂 拜拜 謝謝 謝謝